公司领域合作工业免疫计划PICAS已经是开跑了 借此遏制工厂和职场疫情 国际贸易级工业部高级部长 纳都斯里·阿兹敏·阿里承诺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月 播出更多疫苗给这项计划 全国制造业和工业超过200万名员工 会在9月完成接种 实现群体免疫 以尽快重开大部分经济领域 为了防止工厂和职场再爆发感染群 加剧全国疫情 政府落实公司领域合作工业免疫计划PICAS 让工业领域的员工率先接种疫苗 贸工部高级部长阿兹敏·阿里 今天巡视槟城找遗的PICAS接种中心时表示 目前政府只播出15万剂疫苗给这下计划 但是截至目前 全国有12万家公司申请加入计划 因此政府会在7月和8月 再播出更多疫苗给PICAS 确保超过200万名制造业和工业领域的员工 最迟9月接种疫苗 实现群体免疫 sebelum kita mengambil keputusan untuk membuka kita mahu pekerja-pekerja ini perlu mendapat suntikan dan inilah hasrat kita kalau boleh dengan bekalan yang mencukupi untuk memenuhi keperluan 2, lebih 2 juta pekerja sektor pembuatan itu dapat dipenuhi dalam masa yang terdekat dan kita pasti dapat dilaksanakan dalam selewat-lewatnya bulan September ini 阿兹敏强调 所有经济领域必须等到全国八成人口接种疫苗之后 才可以分阶段重开 因此工业领域必须在开放前完成接种 槟城的PICAS计划昨天已经开跑 槟州首长曹关友指出 目前一切进展顺利 今天巡视的找移接种中心 由巴都加湾的12家公司合作 将为16000名员工接种疫苗 预计每天的接种量可达到1500剂 另外还有三家跨国公司 涉及4000名员工也申请加入计划 因此槟城需要开设更多的接种中心 为计划下的所有员工接种 我们需要支援防区 我们给予他们好的研究 予台并不开放 在国际络疑 巴都加码 希望跟着一张 争人手持有大感 联合 曹官有透露 位于五级詹姆的贵都酒店 会在这个月28号 开设普通公用接种中心 每天为最多一千人接种疫苗